曾经是前首相敦马哈迪儿子拿都莫扎尼生意伙伴的肯加纳石油华裔前执行董事 因为涉嫌内线交易 今天和其他两名被告一起上庭面控 三人否认有罪 法官下达最高100万令吉保释金 批准被告保外候审 现年64岁的肯油前董事Yao King Chu 5年前在得知肯油将和沙布拉石油合并的内部机密消息之后 在大马股票交易所收购115万9千股的肯油股票 涉嫌内线交易 而在2007年资本市场和服务法令第188-2条文下受审 一旦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高10年和罚款不少过100万令吉 法官批准被告以两名担保人和100万令吉保外 至于涉嫌串谋的56岁女子Pauline Chi-Yat-Fong和46岁的Tan Egy 也在同一项法令面审 法官批准两人以80万令吉和两名担保人保外 案件暂定8月11号过堂